把这个数字,三码的数字直接帮我格式化为这个文字,按确定之后呢,那各位可以看到,那这个时候呢,因为它把它当成文字看待,所以各位可以发现,本来靠右对齐的就跑到左边去了,因为它把它当文字来看待,那往下填满的话呢,就可以产生我的客户编号,这个地方的话呢,是自动流水编号的部分,这个部分,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159页的地方。 OK,第一个,那第二个就是说呢,如果今天呢,我希望这个客户编号呢,可以已经自动帮我编号,比如说我下一次在填下一个客户的时候,比如说某某某,比如说里面的话呢,某某某,那我应该填完之后呢,客户编号要自动跳出来,自动跳出来,而不是说我还要去key这个编号为多少的话,那这里的话我该怎么做,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呢,实际上我可以在这里加一个, 加一个公式,这个公式的话呢,也就是说我判断,如果里面的词,假如说呢,这个地方有东西的话,那我就显示编号,如果这个东西,这个地方,名称里面没有东西的话,那我前面的部分就不显示,那这个部分呢,该怎么做呢? 其实我们前面呢,也讲过,实际上呢,只要在公式里面,再做一个,比如说我这个地方,把test这部分呢,再把它剪下来好了,里面呢,就可以再做一个判断,判断什么呢? 这个地方我找到那个,全部里面的义符,义符里面判断什么?如果,这个里面的值,那里面如果说,我判断的依据是由那个,就是旁边的B2的储存格,假如说它里面等于什么呢?等于没有东西,空字串的话,如果空字串,表示说里面是空的, 那我就怎么样呢?不显示任何东西 反之的话呢,那我就显示,刚刚的这个test,Role-1的这个公式,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,如果这个地方往下,往下再把资料填满,把它填满 不过特别注意就是说,你现在当然往下填满,你可以往下填,那填到第几笔呢? 其实基本上,最多是999了,因为我们格式化成3嘛,所以你最多就大概到999 999差不多了,那这边应该,99加1啦,其实就是到1000笔 也就是说,这个地方其实是有预设,预设1000,预设999笔,应该扣掉那个第一列 OK,那也就是说,如果今天有这个储存格,有填资料的话,比如说我再填一笔 填完资料之后的话呢,按一个Enter,那这个编号呢,就会自动产生 这个就是所谓的自动流水号部分,那请各位先试试看,这159页跟 160页的部分,先试试看,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开启那个第八章,就我们光点里面的范例档的CH08的这个范例档 那开启之后的话呢,请各位再试着把这个编号部分呢 第一个步骤就是先加入它的RAW,RAW部分,列,然后减1 再来做格式化,格式化完之后呢,再来做判断的部分 判断部分 判断部分 判断部分